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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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来起来 漫衣 我求求您了 行吗程叔 您就别再折腾我们家了 行吗 您就让我把这离婚的摊事领了不行吗 你这么瞎折腾一趟一趟了跟着干吗呢 我关键就是叫爸爸了 行吗 爸爸 我以后就算程叔不回来 我也不会抛弃您呢 我把您当亲密妇一样对待我 带您姚老宋冲来不行吗 程叔 你别折腾了 行吗 行吗 程叔 看你这话说的满意 起来起来有什么话咱们起来说 程叔 你答应我吧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我求求你了 行吗 我求求你了 爸爸 丁满意 你给我起来 干什么呢你 拿二旗下有黄金知道吗 你怎么能给他下跪啊 我这 我这说服工作都快成功了 我这您来干什么啊您这是 什么说服工作成什么功啊 你就靠下跪成功啊 这是我的一种沟通方式这是 什么方式 我不许你用这种方式 对待这种人 这泥修士的人 你只能专账 我让你黑因路表演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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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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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叔 是这样 大夫说了我也没什么大事 今天就能出院了 你要是方便呢 你就过来接一下我 你要是不方便呢就算了 方便方便 我现在就过来啊 好 那好好好 好 那我就在医院等你 好好好 你 我注意办个事 好好好 再见 好 喂 医院 喂 马亦 你在忙吗 没事 我 我 你说 我是想你今天 如果方便的话 你来接一趟我和我爸爸 我方便啊 那好吧 那我等你了 那好嘞 我马上就到啊 你等我啊 你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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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你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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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亦 马亦 怎么去路中间了啦 我愿意 是不是没办家的回头了 马亦加油 哎呀 哎呀 走了啊 前面就车货了啊 先生 稍等一下啊 多长时间啊 多长时间啊 雅哈 孙老师 这么巧啊 走不了了啊 你飞过去啊 飞过去啊 你让你车啪啪跳 跳过去 跳不了啊 那我走了啊 再见啊 你等着 咱就走吧 还说 这白眼怎么还不回呢 白眼在一楼办出院手续呢 咱下来一块就走了就 小丁啊 哎 听你白说的 你呢 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赶紧走 我 我没什么事啊 白周晚上我出来 接你回去嘛 我已经约了人了 他把关里打把手了 来 来 先走 我再说一遍 有人来接我 我知道 他来不了了 谁来不了了 谁来不了了 谁来不了了啊 白叔 不好意思 我来哪儿了 这路路上的车 来了就好 孝孙 都收拾好了吗 他都给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啊 咱走 好 走走走 好 那个 你拿得了吗 这么多东西 你拎着 我扶着白叔 我就说嘛 有人来接我 他 没气子都不错 是吗 何悦咱们好好上里边啊 慢点吧 慢点吧 走闲的 慢点吧叔 那是你那腰啊 第二 你坐里头 来 坐那边 行了 丁白 没你事了啊 走吧 骑着你的号车 白叔 注意身体啊 总算也回来了 放那个地儿就行了 放那个地儿就行了 又讲了一条命啊 行了 行了 放这儿就行了 小孙 辛苦啊 辛苦你了今天 没事 您就把我当你儿子使唤就行了 来 坐坐坐 坐 陪我 陪我 你让人家回去休息吧 陪我杀两盘吗 杀什么呀 杀两盘 你刚刚出院 就玩朝夕上火的东西 你回去休息吧 好好好 我能不能 那我先回去 您先歇来 好好好 那谢谢您啊 下来 早点 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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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对人家小孙这种态度呢 人家大老远东医院接我回来 我怎么了 我让他回去休息怎么了 你对那态度就是不对的 我怎么不对了 你说来听听 他谁让他老说人家坏话呀 他怎么说他是坏话呢 我看他说的是实话 丁满意就是还没离婚吗 他岳父就是个情蛮十方案 那你用不着他说吧 艳儿啊 要我说 小孙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 要修养有修养 要形象 但是形象是 是也还不错吧 长得有点像我 特别人家眼睛 是吧 你说他跟丁满意同时追的你 你怎么就看上丁满意了呢 您就要说这个是吧 嗯 那我一会儿再听 我先给你头和毛巾擦擦手 每一次一说到这个问题 你就回避 走 老爷 你怎么跟老师说的 老爷就说家里有事 老师就同意了 哦 今天想去哪儿玩啊 我想去游乐园 好 那咱们就去游乐园 冲冲冲冲 撞 撞 撞 阿强子 啊 咦 乱手 真不好玩 你别怪我啊 财子 你还胖吗 还胖 老爷恐高 哈哈哈 已经到最高了 还没呢 最高在上 这都是看大脑袋脑袋一遍 你好 欢迎光临 请问要点什么 情侣 不就爆米花吧 对 情侣爆米花 25块 25块 要一个大桶一个小的 鸭儿 干嘛呢 我看那眼呢 跟谁啊 没谁跟同事啊 跟同事什么时候不能看呢 妈今天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干嘛呀 现在啊 对呀 这个人是从国外回来的 你必须得见 不是 妈 你怎么 你有什么事都是急茬呢 我现在准备看电影 这样 妈 你等我 这片子也就一个半小时 好不好 我就过去 他马上就到了 我也马上出门了 你不去了 多不礼貌啊 电影什么时候不能看呢 我这边也就半个小时 就完事了 然后你再过去 行了行了行了 我现在过去 现在过去 走吧 买完了 我 我可能得先 先出去一趟 去哪儿啊 妈刚才来电话了 在附近呢 我过去一趟 什么事你妈 好像是有急事 你知道她平常 不常给我打电话的 很快就在附近 没什么大事 应该没什么大事 咱俩要是这一场 看不了的话 肯定看不了了 你先走 咱俩该下一场吧 你等我一会儿 很快就回来 你先吃点爆米花 快快点等我 好不好 发微信 确定没什么事吧 应该没什么事 我过去看一眼 我快去快回 我现在就去 有事你给我发微信啊 好 微信啊 老爷 你能跟我咱咱你的故事吗 这么多年啊 你去哪儿了 老爷 老爷出海了 出海 嗯 出海干吗 在海上打云 那你没碰到过海盗吗 海盗 碰到过海盗啊 有一回 老爷在船上 老爷会武术 上了四十多个海盗 那老爷能干吗 老爷把这四十多个海盗 全打海里去了 真的 真的 太酷了 老爷 嗯 什么时候你到我们班上 跟我的同学们也说说 他们肯定羡慕死我了 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 班上有人欺负你 是啊 有几个老师欺负我 不孤立无援 老师吃亏 那你爸爸不管 他呀 他就知道什么事都让我告老师 让我不理他们 那怎么行啊 男人的事情要自己解决 嗯 老爷回来了 老爷给你做主 以后我开始还敢欺负你 真的 嗯 谢谢老爷 一转眼 阿姨也得有十多年没见你了吧 可不是嘛 十三四年了 妈 哎呀 还记得我吗 你 现在长大了漂亮了 快坐下坐下坐下 你真不记得他了 想不起来了 唐大为 我们医院院长唐伯伯的儿子 小时候咱们住一个院 你总在一起玩 记得吗 我知道 但是记不起来了 可能忘了 时间太长了 太小了那晚 对对对 哎呀 难怪要是没认出你 你的变化可是挺大的 是吗 小时候比现在胖多了 是 是 大为是海归 英国爱丁堡艺科大学毕业的 读的博士 是 去年回来的 回来以后开了个诊所 现在还是觉得在中国的 发展环境挺好的 回来也算是包校祖国吧 是私人诊所吧 嗯 对 私人诊所 对了 月儿 这次回来知道要见你 所以挺开心的 给你买了个礼物 请你务必收下 好吗 不 不用了 心意我领了 谢谢 收下吧 好吗 就算成一个见面礼 不是 但是太贵 我很贵重了 这 不用 雅儿 戴卫的一片心意 收下 收下吧 收下吧 妈 那谢谢了 没事 这是打开啊 就妈 喜欢吗 人家送你的礼物 打开看看 这是礼包 多漂亮的小包 来 换你的东西 妈 我现在就换上了 没事 你看看 跟你这身衣服 多搭配啊 嗯 跟你很配 谢谢 拿着拿着 那咱们开吃吧 嗯 好 来来来 吃菜 谢谢阿姨 妈您吃 吃饭吃饭 阿姨 中国有句古话 叫吃哪儿补哪儿 但是这个动物内脏呢 一定要注意少吃 因为里面有很高的胆固醇 还有飘零 叫您这个年纪一定要注意 好的好的好的 嗯 艳儿 吃饭呢 别总玩你的手机 嗯 妈 要不 你们先吃 我 我同事还在那边等我呢 吃完饭再走吧 也不差这么点时间 刚才你不是说半个小时就完事吗 人家那边一直等着我也不好 你说呢 没事 阿姨 艳儿有事她今天就先走吧 我们可以留个微信 以后还可以方便接着联系 好好好好 也行 这两个你你你扫我 好 你们俩以后单独联系 嗯 嗯 好好好 嗯 好了啊 回头咱们再联系啊 好 以后慢慢慢慢吃 不好意思了 行我送你吧 不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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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们吃 你们吃 行拜拜 拜拜 她那边真有急事 没关系 没关系的 那咱们俩吃 好 不好意思阿姨让一下 没事 我天哪 是吗 哎呦 哎呦呦吗呀 我是精感万感的 麻烦你排一下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这胖米排还要不要了 我还要呢还有一点 全都吃了 玩洒了点 你家没事吧 没事 换了一包啊你 对 我妈 你那个包呢 换新的了嘛 我那个就先放我妈那儿了 给你妈换了是吧 切了你妈也好包 没有 我现在是切她包的人嘛 真是的 你看看 有没有那个午夜场 别看了 怎么了 你生气了 等时间长了 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警队都做出毛病来了 等等 揉一揉 揉一揉 要不咱俩去吃 吃不下了 喝点东西 可以 这个可以 明天咱们俩看那个 十八点五十都行吧 那你不会又有事吧 肯定没有 那也行 那我定了啊 不是 你妈找你到底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就是 挺长时间没见我了嘛 然后就一块儿聊聊天什么呢 那你一块儿聊天也提前约 你这叫什么事也不管 也不管你干嘛呢 她突然就把你叫走 非得去 她这人就这样 想一出是一出的 你妈这人是不是有点不好相处啊 挺挑剔的 说我什么了 老脸 没说我吗 没有啊 根本就没来得及说 那你们说什么呀 我上后座座 有选择 导演 还是 drie 得来 我先拍照 我来看았어요 我去看の ryk ruins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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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 我看 我看 我这天哪 这大姐 洗个手甩我一身的水 完了淹了一大块 能看出来吗 早看出来了 是不是 我让我自然搬吧 戴维是谁 问你戴维是谁 一个大夫 刚才去看大夫了 不是跟妈妈吃饭去了吗 是 又是戴维吧 帅的啊 张大 你看我手机干吗呀 你手机就在搁着呢好不好 他自己巴拉响了我不看他 不是 搁在这你就看啊 搁在这 他在我视线里啊 你别喊 你别嚷嚷 你 我怎么从来都不看你的手机啊 你可以看啊 我给你啊 我没有秘密你随便看 我没这毛病 随便得拿电脑查 再说了我这手机 有密码的 你又本事别拿我身份当密码啊 干嘛呀你 我干嘛呀 这包是他送你的吧 我不是公金啊 我真的亏我还在这儿等你 俩小时我 我知道让你等我了挺累 但是我 你看见了咱俩买电影票 那时候我妈 突然给我打的电话 我也不知道要见人啊 那你回来就不能跟我坦白说吧 你见到他你就可以 你就不能不要这个包吗 不好说不是吗当时 还是喜欢吧 你说心里话 喜欢谁啊 喜欢那胖子 这不是个普通的胖子吧 这是一个有钱的胖子客户 是一个条件好的胖子是不是 你有进没进 你干嘛呀这是 他 我第一次见面 我都不认识这个人 不认识这个人 就可以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承认我 这个包多少钱啊 这个包好几万呢吧 对对对 对对对啊 不 你看我 反正我买不起 你就说不清楚了还 我 我承认我刚才不应该那么骗你 但是我是想着你说 我出去吃趟饭 就背一包回来 我不顾及你的感受吗 真顾及我的感受 你就不应该收他这个包 喂 你那边完事了吗 方便通电话吗 方便你说吧怎么了 我是问你 你今天见了戴维 觉得怎么样啊 真服了你了 老整这事什么戴维 不是那个 那个胖子呀 那个 我是觉得 他各方面条件跟你都特别般配 无论家境 还有他的人品 再说看着多儒雅呀 还有就是啊 他这种海归啊 在国内可是挺抢手的 你得抓紧机会啊 是这样的啊妈 你听我说啊 今天晚上原本我 你等一下啊 依儿 戴维的妈妈正跟我打电话 问你们俩的情况呢 那我先挂了啊 拜拜 不是 不是戴维啊 不是我妈 但是 我有点我跟你说 你要是真喜欢 就请你告诉我 我祝福你 真的至于这样吗 至于 你就这么小心眼是吧 我就小心眼了 怎么着 你找 你找 是不是刚才吃那包米花 你撑着吃饱了撑的是吧 再撑着 挺满意 我跟你讲 你就这一点我顶不满意 包我不要了 你别这样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我不要了给你包 你拿走 哎呦 我不要了 我去 我去 干嘛呢 不是 不是 这个 那我包 没看这有人啊 他 他搁这儿的 搁这儿的也不是你的啊 别上去 别上去 这不是 误会 误会 去 别儿回来了 回来了 那个 戴维怎么样了 一般般 我听说家庭条件不错 你还没想到呀 不了解 听说还给你买了一个包 包我没要 没要 听说那包挺贵的 您怎么听说这么多的事啊 怎么了 你怎么 没怎么 我就是太困了吧 我太困了 我想睡觉 好好好 睡睡睡睡睡睡 睡了 你一定疼 哥 你说你突然送我这么一贵重包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谁说要送你了 要不要点脸啊你 你给我拿过来 就一高仿包 你送我就送我了呗 再买一个给叶儿姐不就得了 哪儿写这儿高仿的 怎么看出是高仿的 不过你是 帮我看看这套是不是高仿的 你怎么说啊 这做得还挺真的 是吧 但是呢 是你拿回来的 就一定是假的 不是我拿回来怎么就假的了 你拿就是真的 不是大哥 你知道这一个包多少钱呢吗 好几万呢 你买得起吗 不过我不嫌弃 我拿假的没关系 我买不起怎么了 我就买不起这个包怎么了 我买不起这个包 我还不活了吗 怎么了你们这帮女的都 你见了个好几万的包 就跟你见着亲爹了似的 怎么了 一破包直骂至于吗 你穿得好什么呀 不就是一假帮子 你至于吗 我至于 拿过拿过 拿过你 别添乱了 你是不是有病了你 我就有病 你就是有病 我就是有病 你就是有病 你再说一遍 你有病 你再 你有病 你是不是听不告了你 你有病 我就听不告 你不过来 我一根怕 我一根怕 你看看 你冹决的 你冹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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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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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儿站半天了吧 我还以为是鸽子闹腾 怎么了这是 您年轻时候谈过几回恋爱啊 您甭管我谈过几回恋爱了 什么事吧 我一个朋友感情上出了点问题 我想找您帮着分析分析 不打扰您吗 不打扰不打扰 那这 咱进来说吧 来 进来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过程 这女的呀 太物质了 这不明摆着吗 外边有人了 你那朋友被他骗了 你这个朋友啊 真是太惨了 那老师您您您怎么办呢这个事 要是我呀 长痛不如短痛 立马分手 分手 您您说点积极的嘛 那分手还找您分析干嘛呀 不是 我说的这就是最积极的了 这就 这分手还积极呀 你这是叫什么 这叫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 首先你得知道啊 这女的为什么外边就是人了 为啥啊 这女的 和你 不是 和你那个朋友 我那个朋友 不是 这份感情到头了 不新鲜了 不刺激了 不刺激了 太轻易得到了 太轻易得到的东西 她就 她就不珍惜 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 一定也得让那个女的感觉到 嗯 这份情感 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让她得到的 嗯 被让她感觉到 现在已经处于分手边缘了 这个时候 兴许她突然会记起 你对她的好 不是 你那个朋友对她的好 兴许呢 她就能突然掉头 回来 这能吗 能 能掉头吗这样 反正是欲擒故纵这招啊 理事不爽 那 那 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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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跟 她操作流程呢 她怎么弄呢这个事 第一啊 打死不能跟她主动联系 尤其是不能发那些个 低三下四 嗜好 嗜爱的这种信息 嗯 第二 就是见了面 也不能说话 这个节骨眼上 一定要绷住了 谁要先主动向对方示爱 谁就在爱情上 占了下风 一次性制服 终身受益 这个节骨眼上 一定要绷住了 告诉你朋友 如果要想翻盘 嗯 必须绷住了 好 别说您还真是前辈啊 您这 我听您这么一分析吧 这感觉一下就清晰多了我就 是吧 没错 这您这高 真是成熟 高什么呀 甭夸我 您到了我这岁数 您也是前辈 我先帮帮我那朋友把这事解决了吧 哎 天 老百 老百 És 就是 啊 姜丽 怎么了 没什么 还说没什么 好像不开心哦 你看 眼睛都红了 有吗 可能我昨天晚上有点失眠 白天训练量那么大 晚上又失眠 是不是有幸事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有人欺负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是你的闺蜜 知己 是啊 你放心吧 我自己的事我可以慢慢解决 你让我一个人解决好不好 记得有私心一定找杰克 我得出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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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 来 那个 你那朋友怎么样了 我那个朋友 已经有点要绷不住了 那怎么行啊 都这个节骨眼了 必须绷住喽 现在是关键时刻 你得使劲让他绷绷 绷住了 对方马上就过来道歉 告诉你朋友 坚持住 坚持住 可是程叔 你说就这么绷着 他不会绷舌了吧